今集我示範一下怎樣用Blender去做一些數碼雕塑 我選了老夫子,下載了兩張照片來做參考 首先把參考的圖片放在正中間 拿這張被用作參考 把X軸放在正中間 這張照片放在正中間的圖片放在正中間的圖片裡 先把這張圖片放在正中間中間的圖片做下載了 Subdivision愈高愈好 当然如果你把它弄得到太多的Subdivision 它效率会慢一点 做一点分割 最完先做的我会把它拉到这个接近它的头型 接着我先开始 按下这个按键给大家看 按两下G 按两下G就可以拉上拉下 因为我想去两边做同一个动作 我会按这里 这里有一个筷子键 让你可以选择MIRROR一边 大致上去按下 如果你觉得它不太平衡 不用理它 首先呢 把它遮住了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Apply 先 Apply Modifier 你可以在这里 sorry 在Edit Mode是不可以Apply的 那我们按一下Tape 按一下Tape 去到Object Mode 我们可以Apply Apply 现在因为我更新了 Blender版本做2.9 Apply 就需要按这里 去按Apply 或者你按这个 我就用Mac A 所以就叫Cmd A 如果你普通用Windows 你就按Ctrl A 好像呢 Mac A按Ctrl A 也可以 对啦 Mac A按Ctrl A 也可以 好 接着呢 我们试试用这个Sculpt的 Mode 左手边呢 有很多个Tools 我们就用这个Grab Grab 即是捉紧的意思 中文 对啦 那用Grab 这个呢 对啦 要找少少参考图 对啦 我们转回到Object Mode 先 找多一幅图做参考 对啦 我们要老夫子的側面图 对啦 按这一幅 这幅的参考性好像高一点 对啦 储存到下载项目 对啦 那我们呢 把这幅图都拉下来啦 那这个可以放大它啦 对啦 那留意一下呢 如果你 Windows或者Mac机 你按了 输入法呢 有时候会影响到你 一些功能的 那这个输入法呢 需要把它转成 这个 英文的输入法呢 对啦 那才会大致上正常的 那为什么要按这幅图呢 就因为想参考头部 究竟那个形状是怎样的 那当然啦 其实我们呢 有时候需要予以创造的 那就是 你不一定说要跟随所有东西的 对啦 最重要就是 就是比较自然啦 有一个 就是 正确的形状 对啦 对啦 那你看到它的厚度呢 就有少少这样的 对啦 那这里是这样啦 那下巴尖的 对啦 大致上是这样的 那卡通人物呢 通常呢 就 你不需要太考究的 因为你看到有眼耳口鼻 有 有嘴就可以了 那 那 那 CMX 一会呿 właśnie 那 那 啦 那 那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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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括 То 像 大致上是老夫子的頭 額頭的位置 要靠觸覺或畫畫的經驗 當然也是那句 你現在只是在做卡通片的人物 就不需要那麼考究 完成了麵 當然要弄上眼睛 我習慣用Cube 加Subdivision 去做不同的Path 因為Cube的時候你Edit 你會少一點Vortices去Edit 你可以比較容易控制到形狀 因為如果你用一個Circle 去做一個Edit 就會在形狀方面比較難去遷就一點 怎麼會這樣說 由於比較難看 我決定做多一件事 就是 複製多一張出來 放在旁邊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這樣的 同一件事有很多方法做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不要說我 哈哈哈 你也可以去想一些 比較 比較熟手或者比較快的方法 當然啦 如果你什麼都不認識的時候 你就可以 參考我的方法 試了我的方法 先給它一個名字 Face 這裡我開個資料夾 叫做Reference 把圖全部塞進去 就沒那麼圓了 這樣呢 眼的方面 我們可以做個MIRROR 你看到其實呢 可能圖不是這樣對稱 所以就 沒什麼所謂的 就這樣擺著 OK 我們再做個鼻子 鼻子我都只能用一個Cube 再做個耳朵 耳朵我都是用Cube的 也是Subdivision 這個就是X-ray來的 我經常按它 我按了它才可以 選擇的時候 按後面的兩個極端 選擇 版本 就會比較容易看 大致上的耳朵就OK了 當然啦這個太厚了 我們就要把它弄薄一點 我們看看臉部 其實大概這個位置都OK的 當然啦 又是那句 它是卡通人物 不需要太考究 一樣我們做個MIRROR 做個MIRROR它兩邊都會有 OK 那我們就做頸部 Shift A 加一個新的物件 我們都用這個 你看我也是那些板斧的 都是用這些功能 我們現在開始做雕塑 首先呢 咦 我們已經用了 這個Subdivision的Modifier 你看到呢 有這麼多VIRTIS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弄它的口 弄它的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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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用一個功能 在Sculpt Ball 我們就做一件事 先看 就用Masking這個功能 用Masking這個功能 可以看看我正在做什麼 把這個又黑了 按著Ctrl就可以逆向操作 到這一刻為止 其實我還在用Mouse 來做這個 雕塑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 有 鬼圖版的話 其實會 有這些功能 要用的時候 你會更加方便 但沒有呢 你都不用灰心 因為呢 其實都有 很多方法 都可以用Mouse 做很多事情 那麼呢 按了這個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呢 就要 Invert Mask 那麼呢 筷子鍵就是 Ctrl I 對啦 按這個也可以的 然後呢 我們看到 這裡有 左邊呢 有個十字鍵 按了它之後呢 你把它一拉 對啦 你就看到呢 它就會 把它拉進去 當然啦 因為呢 你看到 它有一格格 就就是說 不Smooth 那就是因為呢 其實你看到 我們現在 即是 的 不是太 即是 太 精細 對啦 但這件事 就不是太 緊要 的 對啦 你再加多個 加多次 Subdivision 的Modifier 基本上 它就可以 搞定的了 那現在最重要呢 就是 我們 熟習 怎樣去做這個功能 對啦 就是 做 這些 不同的功能 這位呢 我們拉回去 咦 對不起 我們做一件事 就是 把它清除了Mask 對啦 因為呢 如果你Mask了 你只可以 動到 Unmask了的地方 對啦 那 在這個笑笑的表情 那裡 我們把它 拉回 一個 即是 比較 像的形狀 對啦 那麼 按 Shift F 可以 控制到你 即 雕塑那個 力度 的 我們做了一個 口 然後呢 對啦 我們繼續 對啦 我們先把 鼻子 都 適合 做 模擬器 然後我們 有 Sculpt 我們又找回 那個叉貓圖 我的鼻子是怎樣的呢 那 Grab這個工具 都很常用的 其實這幅圖 也不太好 我呢 就是 我又找過 一些漫畫的圖 對啦 找過一些漫畫的圖 給大家看 對啦 你看他的鼻子 就有點 凸出來 卡通一點的 對啦 你看到 對啦 所以 有時候 找多幾個 圖去參考 好啦 找一個 盡量自己覺得 比較喜歡的 角度 對啦 在眼部 我們就要 做少少手腳 把這個 弄一顆 進去 我這一刻 把鼻子 跟那個 面 混合 先 混合 了 我就用 Goolian 用Union 即Goolian 裡面的Union 就 先把他的 混合 再把它們 一樣 Ctrl-A 按 按 然後 我們呢 就 用 Sculpt Mode 用Smooth 這個功能 對啦 把他的邊緣 對啦 把它們 收拾 讓它們 Smooth Draw这个功能 将这些冰位移动一点 接着我们就去比棚牙 先给它 再给它 不一定要每一个部位分开整 但是每一个部位分开整 有分开整的好处 在修改上面 如果你用最简单的方法上色 是会有帮助的 看见到肚子的大致形藏也OK 然后呢 我们就 先述一下肚子 绿色应该有两个 因为它们的 Modifier 即是我们的Subdivision 的密度也有点不同 但这个就 不太在打的 我觉得 那我们再配合 那个耳朵 就是那一句了 卡通片 不要太深究 好 好 接着呢 我们再加一点 就是它的眼眉 那些给它 我也是用这个功能 我也是用这个功能 我自己还没用过 但是呢 有很多人画 都可能会用Curve 功能来做过 武法的效果 不要紧的 我用一个最弱的方法 去做完一次 所有东西 给大家看先 因为大家知道 用一些再乱来的方法 其实都可以做到所有东西 好 好 那我们再弄上帽子 这次呢 弄上帽子 我们再用Celander 按这个 按这个 S 再按这个 C C 即是Z Z 就是把高低 就是 鎖定 这个 高度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XYC 的功能 对吧 对吧 那我把这个 这个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设定做1 就是 不想它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它 变了Curve 变形 对 那我给大家看到 如果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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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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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会变形 了 它把它弄得太轻松了 那 那 顶顶那里呢 我们也是用Cube 也是用10Division 10Division 10Division 对 match 上面那个 波波 是0 就这样 不要管它 那 你看到老夫子 大概都成型了 那 我们再 再 多个 眼镜 给它 那 那 这里呢 我们来参考一下 这 这 呢 就是 颈 颈 就是 就是 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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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 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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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顈 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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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scalp模式擦一擦 讓它的形狀比較自然 加上眼珠 應該是加上瞳孔 在這裏 我覺得Polygon很足夠 有兩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就是 Dytopo 這個就是Dynamic 原來有解釋 Dynamic Topology 用後 可以根據需要 把某些地方加上Polygon 其他地方就維持在比較低的Polygon 我覺得整體Polygon也不足夠 我直接做多一次 Subdivision 現在Polygon很高 在鼻子上 在鼻子上 有不好的 先做一次 在鼻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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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用這個Tool 用這個Tool 關掉 X 即是關掉MIRROR 去 不夠力 那我們 我們把他 加強度 太粗 我們把他 縮到右一點 把他的眼睛 把他的眼睛調大一點 好 那不用100% 跟原版一樣 那麼大 我想 對 對 對眼 跟回原圖 左邊有點 不平衡 OK 那 對眼太凸 對眼 好 大致上 不可求太多細節 其他地方加少少皺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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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收一收 會不會沾一點臉 最後要加上旁邊的毛毛 老夫子沒什麼頭髮 加一點毛毛給他 兩種方法加的 一就是用筆 兩種方法各有各好的 參考一下圖 再簡單一點 我們剛才用MIRROR 就更加容易攪拌 但如果頭髮這些 兩邊有些不對稱 就反而比較自然 再招一張 現在是三種方法 再招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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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錄了很長時間 多謝大家耐心收睇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就告訴我 留言 feedback 喜歡的話 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的親戚朋友知道 讓他們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會再有下一集 也好視乎大家的反應會如何 給多點鼓勵 給多點鼓勵 告訴我你有什麼需要 我就會給多點有關的內容 多謝你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